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在昨天的华尔街网报节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消息 就是MyPillow的老板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来 而他手中所拿着的一叠备忘录稿件 正好被记者的长距离镜头所拍下 而上面出现了军管CIA换人北京干预等相关字眼 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在昨天深夜美国媒体每日野兽发表独家报道 说原来他向川普提出了中国选举舞弊论 但是却被白宫律师拒绝 川普总统在周五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里 的确是会见了MyPillow的首席执行官 同时也是他的私人好友林德尔 当时林德尔向川普提交了六页的文件 里面装着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 他告诉川普这些文件证明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帮助拜登窃取了二零二零年的选举 林德尔表示在团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五到十分钟的会议后 川普总统就让人把这一位MyPillow的老板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说要让他向律师展示他的文件 之后又让工作人员把他带回来 而根据林德尔说经过了大概两个小时的等待 他终于见到了白宫的律师 而白宫的律师却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 只是敷衍表示会调查一下 随后他在整个周五不被允许再次见到总统 林德尔在晚间接受采访时说 依许川普总统很忙 我不知道 林德尔说在会议期间他告知川普总统 他在上周在美国国会大厦激发了致命的骚乱后 仍然不接受二0二0年大选失败 并且指控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了所谓反川普选举黑客行动的材料 遍布互联网 但是被大科技公司压制 而在简短的会面中 川普总统的这一位坚定盟友对他说 总统先生这是真的 你真的至少赢了一千万张票 林德尔说当时川普回答是的 我们都知道有舞弊的 然后林德尔又补充道 他听到的这一切发生在所有支持他四年的人身上 感到很不高兴 他说你能相信他们在外面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人的吗 当被问及总统在会议期间的其他事情时 林德尔简单地描述了其余的谈话内容 只是说是一般的性质的谈话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林德尔说他一共交给了川普六页纸 其中两页来自一份文件 他表示是一位律师给他的 但是不愿意透露到底是谁 但是林德尔最近与林伍德和鲍威尔关系密切 并协助他们二零二零年的一些行动 而此前媒体多有报道在被拍摄下的那六张纸上 有关于援引叛乱法以及必要时戒严的有关建议 而这样一位mypilot的老板则直接告诉美日野兽 他认为川普总统根本就没有看他的文件 他表示总统甚至没有看完前四页就把他送出了房间 林德尔还表示他给川普看了一篇来自美国报告的文章 这是一个右翼阴谋论网站 即使以川普晚期总统任期的标准来看 也是相当边缘的一个小网站 文章表示对IP地址的分析显示 中国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实体影响了大选 但是总统似乎对文章上的一张图片感兴趣 而不是文字或者是图表 林德尔将这张图片的副文发给了美日野兽 是两张一男一女的照片 他表示总统当时问他两张照片分别是谁 林德尔说我不知道 而林德尔也承认在这次交流之后 白宫官员不再允许他在周五再次与川普见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经贸团队相关的消息 中国继任命于建华为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后 在任命前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来担任商务部的副部长 两个人都曾经出使WTO并且担任国贸谈判副代表 张向晨还曾经参与中国加入WTO谈判 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夕 中国商务部近期任命了多位经贸谈判经验丰富的官员 根据商务部网站十五日的公布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张向晨为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在张向晨之前 在十三日商务部又宣布名列第一的副部长余建华 出任已经缺席两年多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一职 晋升为政部级干部 余建华原本是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 二零一九年三月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被调回北京出任商务部副部长 第三度出任国贸谈判副代表 官方资料则显示张向晨生于一九六五年 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毕业之后到了商务部 担任对外经贸部国际司工作人员 而此前中国媒体多有报道 他和当年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共事多年 拜登即将就任 而他在二零二零年底受访时表明 上任后不会立即取消贸易战期间 对于中国加征的关税 此前华尔街电视引述路透社报道 美国全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博麦伦曾经表示 有种种迹象显示 拜登执政初期将有一支中国高级官员代表团出访华府 目前不知人事突然变动 与这件事情是否有关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商业金融方面的消息 中国持续加大对于网络金融的监管力度 综合新华社新浪财经以及第一财经的报道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民银行近日联合发布了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规范商业银行不得借由非自营网络平台来执行包括定期存款在内的存款业务 报道说这份通知意味着包含支付宝腾讯理财通 京东金融杜小满金融等网络金融平台 不能够在销售网络存款产品 不过如是由这些平台宣传展示或提供资讯 则不在此规则之内 报道引述官方说法说 虽然网络金融对于商业银行拓宽客运提高服务效率有帮助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比如管理不符规范缺乏消费者保护等风险 再加上缺少针对性的监管 因此需要引导商业银行在合乎规范的情形之下来执行网络存款业务 报道表示由于商业银行与非自营网络平台合作方式规模不一 经营方式也多有不同 因此通知明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根据商业银行风险水准 以一行一侧的方式来进行有序整改 事实上官方出手整顿网络存款产品有迹可循 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长就说 网络金融平台以及此类业务处于无照价实非法金融活动领域 应该纳入金融监管氛围 在此之前 银监会的主席郭树清也表示 要关注对于大型科技公司涉足金融的风险 避免大而不倒情况出现 他同时批评有一些网络金融服务为了诱导消费 而放贷给欠缺还款能力之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 中国外长王毅在周六结束了最近一次东南亚之行 期间他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前 试图稳定该地区的关系 但是在王毅最近几个月访问的东盟国家中明显少了一个 就是越南 近几个月来在中国与美国欧洲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 中国将东盟的外交政策优先级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观察人士表示王毅跳过越南 暴露了这个老牌共产党盟友之间 因为南海争端而日益加剧的紧张对立关系 而美国本身的因素以及河内内部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 也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复杂 东盟去年超越了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越南则取代德国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 这得益于北京和河内之间 在政治关系紧张和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双向贸易的激增 不过有专家认为 越南是东盟国家中第一个在疫情发生后采取行动 拒绝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并关闭对中国边境的国家 此外与许多欧盟国家以及东盟国家 对于中国疫苗所表现出的关注和热情不同 越南在购买了英美俄中产品的谈判中 采取了更加多元化的政策 这也是地区外交的一大特色 除了越南对中国在南海争端中被认为是欺负的不满 以及本国国内反华情绪的飙升外 双边关系中最大的变数仍然是政治领导层的交换 越南执政的共产党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召开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决定新的领导层 以及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中掌舵 专家表示领导层交接的不确定性 让越南本来就已经模糊不清的证据更加扑朔迷离 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其他国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海局势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雅虎新闻的相关报道 中国军机近年来不断在台西南空域进行动作 而在今天上午又两度侵入遭到了太空军的驱离 第二度时突然出现了不明声音说 中国解放军要训练回到你们自己的空域 紧接着由北京口音声音回说 闭上你们的臭嘴 这样的消息暂时没有在中国军方或台湾军方得到证实的证实 而根据雅虎新闻报道 据台湾空军今晚发布中国军机动态 解放军一架运巴反潜机 侵犯了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台空军则派遣了空中巡逻兵力来进行应对 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等 报道表示这一段言辞交锋多为口述 现在相关资讯仍在国防部公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